我現在講解主,你們互相祈禱有經歷 即是說你們天天多用時間去專心祈禱 第一就是專心祈禱,深信神的愛 又說我有神真好,很感激神,用時間去祷告 祷告時不是只有誤性,而是靈感激神真好 又有互動式的祈禱 我在這裡感謝神,神又很歡喜,神又很樂,耶穌福我 這樣的時候你祈禱就會比較容易 你在這裡祈禱,多謝耶穌,你又說一路宣告 心裡想,神其實是歡喜我這樣親近祂的 感謝耶穌,神是很歡喜我親近祂的 Hallelujah,耶穌有你愛,我真好,你接下去我真好 我又感謝神,神真的很歡喜接下去我 這個互動式會因為你隨時隨地都容易經歷到神 專心的祈禱時間,看聖經的時間和應用 聖經說什麼應用 然後你在平日做什麼,你心裡一直想著 耶穌愛我,多謝耶穌,耶穌祝福我的人 第一,這是時時親近神的狀態 時時深信神的愛,又經常有憐憫人的心 然後處理生命,我現在很簡單講到怎樣處理生命 人,如果我有做錯,別人告訴我們我們做錯 我們就謙卑承認 首先我們要提升,要學習,接受人的意見 我們就承認有人說我們錯,多謝你提醒我 我會努力的,請你遙書我 然後我們怎樣去不讓那些,有些人是傷害人的人 怎樣不讓他影響呢?我們就分辨了 分辨,當這個人是一個有問題的人 或者他容易發脾氣,情緒的 他影響我的時候,我就說他影響我,他不好 他出於他的罪性 他的罪性,他犯罪,我不用揹著 他的問題,我不用揹著 他犯罪,不代表我跟著犯罪 所以我就看出他,因為這個人 從小到大可能被人傷害 或者曾經被人傷害,他處理不到 所以他會傷害人 或者他覺得傷害人,他比人一等 所以我就知道他有這個問題,我分辨到了 我就心裡祝福他,其實他需要耶穌祝福 其實他很可憐,需要神的祝福 我就連續他,我又遙恕他,又對他好 他對我不好,不要緊的 即是不放在心上,他的說話我不放在心上 那我的心就平穩安靜了 這是人的問題,你可以回家看看 上網說到不被人影響的 然後呢,我們的內心,內心的思想 有時候我們會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是說,哎呀,又沒有用了,哎呀,我真的很慘 人又對我不好,我沒有朋友 每個人都不喜歡我的 這些就是負面思想 我們都找出的原因在哪裏 譬如我們有哪裏錯,有什麼處理 我們需要處理的 我們內心有什麼負面的想法 有些真的是事實來的 譬如這樣,他真的不關心人 所以每個人都不喜歡他 這樣的時候,我們要學習處理我們的生命 我為何不關心人呢 我這個思想 這是思想 我不看重人 所以我不關心他 那我就求耶穌赏我 知道呢,關心人的人 馬太二五槍那裏 做在一個小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耶穌的身上 那我不關心人 就是沒有做在人身上 我是神臨不起穴的 但是那些人又不可愛 但他不可愛他的問題 我依然祝福他 但我又不給他影響 於是將我這個不關心人的觀念 處理 取代一個正面的觀念 就是犯人在裡面 覺得做人很慘 這個觀念要處理 因為你慘了 你的人就會有自憐 很淒涼 被困難影響 但我深信 我生命很寶貴 我可以給神用的 可以祝福人的 用聖經的觀念取代 將一個正面的思想法 有些人就負面情緒 很容易煩 哎呀 好閉藝 好仇 那你就開始處理了 一起來 感謝神 神愛我的 我可以開心的 我一開心 神就歡喜 我一感謝神 神就歡喜 於是我心裏 就可以保持著 這種喜樂的狀況 因為有神幫我 是最好的 有神幫我 是最好的 於是我的心裏 就保持一起來 感謝神 有耶穌真好 而耶穌又聽我祈禱 耶穌又歡喜我 親近他 就讓我心裏 每天都一起來 就保持這種喜樂的狀況 那你就將這些過程 錄音給我 就是說 人的影響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有些甚麼 對神的想法不好 對人的想法不好 對自己的想法不好 你可以寫 你可以錄音 告訴我 你不用做到完美 但我看到你一直在進步 我又為你祈禱 又覺得你裡面也可以 我就會開始釋放你為人祈禱 我們在裡面多操練 你就開始在外面找人 朋友 你又跟他們祈禱 又告訴他們 你可以來到這裡 又可以經歷神 於是你就慢慢進入侍奉裡面 可以的 其實我們中間在服侍的人 也是曾經被人服侍 然後釋放了 然後就服侍人了 你覺得難不難? 是不是很難? 你想不想嘗試去做 嘗試去做 嘗試去做 處理生命 你覺得你處理人的影響 都是難的 是不是? 怎麼不給他影響 你有沒有試過不給人影響 有些人影響你 你不給他影響 有沒有試過 有哪有試過成功過 成功過 成功過 如果一個成功過 是不是可以別人都成功 那你就一個一個處理 這個成功過 第二個難搞的 你會學習不給他影響 有些人是要學習不給他影響 有些人的質素真的不太好 但有些人是可造之材 你依然關心他 有一天他會改變 即是我們分辨到人的情況 有些人慢慢會改變 但有些人真的 例如你上班 有些人想做些事情 是貪人便宜 甚至傷害人 你這樣的情況 你就求神給你智慧 但這個人是否可以改變 神也可以改變 你只是祝福他 但你知道 這不是你第一個 容易改變的目標 但你第一個可以做 就是不給他影響 防備這個人 讓他不要影響到你 在這個過程中錄音告訴我 你有沒有一個目標 可不可以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將這些分享 一個禮拜傳給我 然後我就一步一步為你祈禱 釋放你 可以為人祈禱 想不想 有誰想開始這樣處理 我們有些做開的 那些不用舉手 那些未做開 你想的請你舉手 有誰未做開 而你想開始做的 這樣的時候 你要寫這些見證 你真的要處理 你不是只有寫字 讓我們能夠釋放更多人 而可能有些人 我都會跟你聊聊天 幫你 讓你處理得更好 那幫你處理生命 是否對你有益處 是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渴望 我想被提升 而我幫助你處理 我是出於善意 我不是出於惡意 我不是出於惡意 你不想被迫 我不是出於惡意 你真的要寫不著 你不想不想